一项最新研究表明 感染中共病毒后康复的人 可能会在几个月内就失去免疫力 它就像普通感冒一样 会让人重复染病 英国卫报报道 在同类首次纵向研究中 科学家分析了盖伊和圣托马斯 国民保健信托基金会的90多名患者 和医务人员的免疫反应 发现可以消灭病毒的抗体水平 在症状发作后约三周达到峰值 然后迅速下降 科学家们从65名患者和6名医护人员中 检测出对该病毒呈阳性反应 另外31名员工 自愿在3月至6月之间 进行了常规抗体检测 血液测试显示 60%的人在与病毒作战症患时 显示出有效的抗体反应 但3个月后 只有17%的人保持了相同的效价强度 在此期间 其他人的抗体水平下降多达23倍 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已经变得不可测 该论文主要作者 来自伦敦国王学院的凯蒂·多尔斯博士说 人们对该病毒产生合理的抗体反应后 会在短时间内逐渐减弱 并且抗体停留的时间取决于风高 这或许对群体免疫概念带来致命打击 该研究对疫苗开发 以及研究群体免疫的可能性具有重要意义 剑桥大学病毒学家乔纳森·海尼教授说 这项研究是又一证据 表明人类对中共病毒的免疫力是短暂的 他说 最重要的是 它是对群体免疫危险概念的一个致命打击 伦敦王国理工学院的罗宾·沙托克教授说 这项研究很重要 并表明中和抗体会迅速消失 不过我们希望 对于任何人而言 再感染都不会那么严重 因为他们仍将留有免疫记忆 从而使他们能够更快做出反应 尽管如此 他们仍可能是继续传播的来源 沙托克教授表示 如果临床试验进展顺利 他的小组开发的一种具有竞争力的疫苗 可能在明年上半年面试 不过他警告说 正在开发的疫苗都存在不确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